中央社记者黄亚军台北21日电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战明年预算新台币51 5亿元因为计划变更未先的回避方案中油同意简列40亿元预算 立委认为第三天然气接收战姿势体大预算保留 要求中油下周进行专案报告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审查107年度中油公司预算处理 由经济部政务次长龚明星成务次长王美花 以及中油董事长戴谦等相关人员出席 预算协商制第三天然气接收战时 中油明年预算编列51亿5629万元 根据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高志鹏 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徐永明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王惠美 张立善分别提案简列及冻结预算 中油副总经理方正仁表示 现在的第三天然气接收战提出的方案 将在线的回避扫消 缩扫实际开发面积 只在有人工构造物埋设的地方 不会新生填海造路面积 方正仁表示 若以现在开发方式 预算金额会做调整 不过目前还没有做计划变更 预期金额变化不会太大 明年预算同意立法委员高志鹏提案 简列40亿元 中油总经理刘盛希指出 预算调整是因为分年执行 现行方案回避藻礁 多杯孔珊瑚 所以整体方案有些改变 开发及填海造路面积缩小 这个计划改变会称为回避方案 中油因应相关变动 已经委托专 家学术单位进行分歧模拟 预计12月底将有初步数据 明年1月中提出报告 1月底2月初 渴望送环保署进行限差审查 国民党及立法委员孔文吉则表示 第三天然气接收战是非和家园重要指标 中油到现在都没有积极作为跟成效 预算还自行同意简列40亿 说不定明年预算根本完全无法执行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苏正清也执疑 第三天然气接收战 从够的到现在要新建都有很大的问号 现在成为中油的探手山域 不做不行 时间内没做好也不行 之后一天要当两天用 开店同步自建接收战 希望中油不要搞砸自己的金字招牌 自打嘴巴 民进党籍立委邱易颖表示 第三天然气接收战 姿势体大 中油立刻同意简列40亿预算 但是后续作为如何 更改后的计划环平线差要如何进行 针对整体计划 希望中油提出专案报告 进行详细完整的说明 王美花说 因应台湾天然气不足的问题 经济部则成中油接下 新建第三天然气接收战的任务 目前中油回应民意怀宝诉求 已经做了计划修改 未来将送环保署进行环差审查 没有说不盖 但确实会稍微延后 经济部会紧钉计划按照实陈执行 经在厂立发委员讨论后 认为应要求中油公司针对第三天然气接收战计划 变更内容 说明简列预算金额如何评估 明年预计如何进行后续方案推动等 预计下周经济委员会安排 沾案报告 保留高志铿提案 简列40亿元 送院会审议1061221 1